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丽雅 古兹曼 译者 洪慈敏 第五章 来一段生命书写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文字曼陀罗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发展应对技能 管理情绪调节 活动时间预估是 三十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杂志 剪刀 胶水 日志 彩色铅笔 在佛教中 曼陀罗是代表宇宙的几何图形 曼陀罗是圆圈的意思 所以你会以绕圈的方式排列文字 文字蕴含力量和情绪 在创作时 尽量寻找能引起你共鸣的文字 这个练习能帮助你 历清和厌世感受 一旦了解自己有什么感受 便能更容易去处理它们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从杂志上剪下表示感受和情绪的文字 请务必选出能引起共鸣的文字 第二步 将它们以绕圈的方式黏在日志中 第三步 用彩色铅笔装饰这个文字曼陀罗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为什么选择这些文字 你如何处理现在感受到的情绪 你如何滋养你想要吸引的感受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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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